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27日 今天新华社发表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讲到什么呢 讲到习近平和川普 美国总统27号 两个人通了电话 这是期待已久的 本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但是你看新华社的表述 有一点非常微妙 他说什么呢 英约捅美国总统 特朗普捅了电话 给人的感觉是 好像是特朗普先提出 我们俩通话吧 谢夫软 然后习近平是高姿态的 给个面子捅电话 但是你看 前天老川普在记者招待会讲的情况 非常明确 他说是习近平先给他打电话 先和他提出这个要求 然后他们俩人捅了电话 当然通过电话这内容 这个双方都有报道 中国是官样文章 只讲圣不讲败 从老川普的角度来讲 比较真实 看到里面很多的内容 有些内容在新华社的报道当中 你是找不到的 但是我认为不论是随先主动 这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知道 由于疫情的事情造成 两个国家的一些部门 不能说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 因为习近平始终没有讲美国病毒 川普反倒讲了中国的肺炎 所以说 在美国这一方 这个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满的程度 好在后来老川普改口了 转变了太多 估计认为这个有点污名化 而且不利于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 或者说呢 不想和习近平彻底翻脸 那么但是呢 有的时候不要光看这个表面讲什么 看他们做什么 你看美国近期的一些这个活动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麻烦 3月23号 美国导弹驱逐舰 Berry号啊 在执行印太安全任务的时候 他发射了标准二型的纵程导弹 发了导弹 这是真假话啊 那么从中方这一方面呢 这个也发布了 在南海海域上空 协同反潜训练 这些画面也报道了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之前 再往前追溯了 3月中旬 这个美国的军舰进入了中国南海 并与美美军其他军舰 展开联合行动 那么呢 中国也在近期 在南海啊 这个岛礁启用了综合研究中心等等 特别是什么呢 这边 老川普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啊 算话讲得很好 但是这边 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一条消息啊 这个老川普签署了一个法案 台北法案 这个对中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样一个打击啊 一个负面新闻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说3月26号签署了 由众议院和参议员 先后全票通过 20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 与强化倡议法案 这个法案也是在台湾是期待了很久了 那么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啊 把这个东西抛出出来 好像和习近平通话这个氛围有点不太对称啊 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刚刚有点缓和的关系 这个还有得观察 我们知道台湾这个法案啊 就非同一般啊 它是什么 美国近些年来啊 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的法力当中的一部啊 2018年以来啊 美国通过了台湾的旅游法 旅行法呀 允许美国台湾高级官员互发 那么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提出了定期对台出售防御期 那么2019年财务年国防授权法 提及美国应强化与台湾的防卫和安全合作 那么2020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要求美国与台湾建立网络安全机制 这个等等啊 这些东西应该讲对习近平来讲 就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 那么我认为啊 本人认为啊 在现在这个形势下 双方还是应该就是说能够比较冷静啊 想一想 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啊 现在对川普来讲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 是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啊 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现在这个疫情越来 已经27号达到了8万余人确诊 1000余人死亡了 这个和现在目前这个意大利这个形势啊 对接给世界很多国家 特别是美国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那么现在这个好在美国这个 因为出台了一些财政方面的一些政策啊 这个政府给了很大的投入啊 那么股市现在啊 这个现在又出现了牛死了 还有些好的机械了 但是不要忘记 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这个这种这个疫情的防控的 这个失控的问题啊 180多个国家漫步全世界 重中自重现在已经转到了转到了美国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讲这个我认为西医民在这个和老川普通话当中啊 也讲到了什么 讲到的时候这个疫情啊 这个不分国界也不分种族啊 所以两个国家要共同的携起手来来防止啊 它是吸引冠状病毒啊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啊 所以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 才能战而生死 我觉得这个讲还是对的 不管是表面文章 还是这个实行坦逸的啊 这个实行实义的啊 都值得这个研究啊 来回应 可以善于的这个回应啊 特别是习近平承认的啊 斗则两伤 合则两立啊 这一点我觉得 因为你要真正在南海这里啊 或者在台湾海峡真正干起来 那么 很可能引起这个 由这个局部战争啊 造成了世界大战 由这个常规武器啊 一般的武器变成核武 那整个人类就 灰飞烟灭了 这个 这个结果呢 相信他们两个方面 都有这种想法啊 都会知道这个 这个严重性啊 那何况现在眼下 你首先要解决 这个新型肝肝病毒啊 这个蔓延的问题 昨天在一个节目当中 本人也讲到了 很多的医疗器材 包括口罩 黄菇菇 等等啊 这个消炎药啊 抗生素都来自于 很多来自美国 来自于中国 美国制造不了 你把这个 美国的一些工厂撤回来 现在生产 搞这个战事法案啊 独处企业 加大马力啊 这个日夜兼程 恐还也来不及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人 在那等死 等床位啊 等呼吸器啊 所以说 还要需要中国的帮助 现在有的感觉 好像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这个 不太想和老参国 这个 这么顶下去啊 否则他也不会 就走动 打电话 然后在报道当中 又讲是英语的呀 可见他是爱面子啊 一方面 胆小啊 怕打起来以后 这腐败的军队 这个 一战击败啊 一败涂地啊 然后 美国等世界其他国家 如果联合起来 以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事情 做一种 索赔的依据的话 那就麻烦了 那将来在千里 一旦这个战争打败了之后 你签的这些 这隔地赔款的条约 就不是那个 过去的梗子赔款的 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 预期这样搞下去 还不如就说 算话 这个协调一下 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当中 也讲到了 就是说要 量力而行为 给予这个帮助 我认为 中国还是有这方面 一些条件的 因为说你看 这31个省市自治区 加拿大生产间的病患 这个调动了 4.3万亿位人员 奔赴这个武汉 湖北第一线 现在已经取得了 第一阶段的省力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冬眠力 在习近平这个 专制集权统治 还是了得 此外是专制 集权统治多年 老百姓思想 比较顺从 比较愚昧 这个 真正行动起来 能形成合理 那么再加上 这个 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时候 这个科技水平 医疗水平都提高了 这个医护站现在 有很多能人 这个特别是在 前两三个月 这个防疫工作当中 积累了丰富的 可恶的经验 教训 这些东西 对于美国来讲 那是绝对是求之不得的 薛中送的送单的 所以现在是个好的时机 就是预期这么僵持 这个 去为了面子 这个互相对比 搞口水战 就搞一些 这些军事动作 还不如什么 还不如说 想想办法 怎么能够 帮助你过 渡过难关 但当然你 渡过难关 这个有前提条件 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 民党是 不要太情绪化 因为现在 整个美国国内 这个 在这个权力核心层 也是鹰派 现在占了上分 这个主要则是 在中国 这个 这个集权统治的 当然 但是从老三国的角度来讲 应该紧延盛行 你看习近平 他这个 虽然他们鼓动底下 这些周立街 这些花村影 下面这些小老肉们 不断的挑衅 但他本人 他始终还是保持着一种 这个等待 这个 这种方式 那可见 在这点上 我觉得习近平 始终没有 这个 称这个 为美国病毒 这一点 较至于老川普 还是显得 这个 我认为 还是 有些回旋 那老川普就变来变去 显得 比较情绪化 这个 所以说 本人认为 习近平 刚才我上述提到的 就是说 这些医务人员 应该组建一些 防疫小组 在以前取得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 能够在他们资源情况下 能够排放美国 并且 捐助一部分 也可以出售一部分 医疗物资给美国 帮助 老川普 杜国 担管 这样老川普 就没有必要成为 战士总统 就正常的 把 也能通过一两个 疫情控制住 然后 十月份大选 获得成功 那么到那以后 他心情 这个很好一些了 还是 幸心走 那说不定 也会在 第二阶段 贸易战当中 给习近平 一个 回应的 一个 这个 一些 一些回报 这也是我们所 这个期待的 那么 但是今天 我刚讲到 有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 这个老川普 签署 台湾 这个法案 可能 习近平 就非常的 恼火 昨天我看 这个 新华社 四百八的 这篇报道 报道了 这个习近平 和老川普 的通话内容 给我的感觉 好像 习近平 还是 有点 灰心转意 不想和美国 这样降势下去 所以他在这里面 讲到了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强调什么呢 说是当前 中美关系 正处在一个 重要的关口 那么合作是 唯一的政权选择 我觉得这点 这个非常好 那非常明显 习近平这个讲话 通过新华社 公开发表 这个绝对不是说 仅仅是个人的观点 说不定 中央政策局内部 已经研究了 也包括 他的这个对立派 李克强在内的 这些官员都希望 中美能够合作 别再开战 因为开战以后 可能就麻烦了 就腐败的军队 也肯定打不了仗 他们心里 必须都倾诉 所以说 看来给我的感觉 好像从老川普 这个角度来讲 他似乎 这个可能是由于 这个关于疫情问题 压力太大了 可能对中国目前 党内权力斗争的 一些情况 这个好像是不是有 这个横满的了解 这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有很多 这些高官啊 不论是中文的这个核心层 还是美国的核心层 他未必了解一些下棋 了解实际情况 都听一些人的汇报 那么老川普 现在这个焦头揽 整个这个疫情 这个压力也就非常大 我们知道这个 现在这个意大利 这个死人的这个状况 特别的严重 据报道 好像一代人死掉了 大概七八十岁的 只要染上这个病毒啊 没有活的希望 那么下一个这个重点地区 就可能转移到美国了 实际上现在已经转到美国了 原本应当是一个地区性的 这样一个新冠军的病毒啊 现在变成了世界性的 大的灾难啊 这个灾难正在啊 这个压向这个美国 一直是这个加拿大 在这个情况下 就怕西医民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拥有无形啊 领导人啊 包括老川伯和习近平 这些领导人 都应当展示什么呢 大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智慧啊 审时度势啊 这个能够就是说 这个冷静的全面的啊 这个客观的看着这个 这个时代风云的这个变化 做出机会啊 能够就是说化解矛盾啊 解灵还需吸灵人啊 这个能够洗洗手来 把这个世界变得这个繁荣富强 至于说你做贸易战 互相之间 就像做生意的 你占便宜我占便宜啊 这个你的便宜多 你的好处多 你的好处少 这个事情是完全是可以 可以谈的 没有问题啊 千万不要 最后走到这个军事冲突啊 这个这一步啊 这一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我对习近平 新华社转发的 习近平这个消息啊 同川普通电话的消息 其内容基本上采取一种 比较认同肯定的态度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这是上传的第一个 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还要感谢那些啊 这个关心 这个节目的广大的网友啊 特别是感谢那些 无私的帮助这个网友 帮助这个节目的一些网友啊 那么能使我有更多的精力 来从事这个节目的制作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再见